为了让学生体验资源回收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吉隆坡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老师们 设计了人造垃圾山 把塑胶 保利笼以及橘子皮埋进垃圾山里 三个星期之后让孩子们挖开来 深刻了解到如果资源不回收 垃圾不分类将会造成地球很大的负担 光着脚丫子在食物残杂上挪来挪去 马来西亚吉隆坡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小朋友 化身为环保小坚兵 认证从垃圾山中挑取可回收的资源 一点都不害怕脏臭 垃圾山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回收起来的 黑白纸 黑白纸有看到吗 可以一线一纸可以拿来做美狼 垃圾分类前小朋友变身为垃圾车 亲眼看见垃圾慢慢堆积成山 到处三个星期前 老师埋进土里的塑料 保丽笼和橙皮 孩子们有了新发现 请问有什么东西已经符画了 可以 请问可不可言用保丽笼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符画吗 回收资源不能少我一人 增加垃圾不能多我一人 这样才能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干净的地球 大海新闻 去晚见罗果冲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